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用震荡的时候 去做一些的低接 回归到台北股市 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它下跌228点 收在15265点的一个位置 这样子的一个格局 到底好不好 其实这样的格局 它说明了什么 这个才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 台北股市集中市场 跌了228点 但是上涨的加速是782加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时间里 虽然看到的指数是跌了228点 但是它都在跌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很多的中小型个股 或是观众朋友 你手上的个股 它是涨的 昨天里面来讲的话 台积电大涨了40几块 所以虽然台北股市 涨了500多点 但是很多是台积电贡献的 拉回到今天也一样 台北股市虽然跌了228点 但是台积电 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它就跌了20几块钱 21块 所以它就跌了将近200点 所以扣掉了台积电 基本上而言 台北股市其实是没有什么跌的 但是OTC的市场上面而言 它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它反而是呈现了一个 上涨的一个动作 你可以看 这个就是OTC市场 它是呈现了一个上涨 所以我们在昨天才会讲说 站在指数的一个角度 台北股市在今天 它可能会复制 我昨天就讲说 复制昨天的韩国股市 韩国股市也是拉过了年线之后 它产生了一个压回 因为它年线还扣高 我们现在要去想的是 长线如何去做规划 短线上面该如何的操作 这就是我们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告诉大家的 长短思维大不同 策略也大不同 我们等一下里面会从长线跟短线上面 很详细的分析给观众朋友 你去了解到 你到底该如何的一个操作 也就是说在今天里面 集中市场下跌了228点 但是上涨的加速是比较多 OTC市场没有跌 反而涨 因为在之前OTC市场 在就历年前 就有一些兵种结涨 就有一些中小型的个股 先行去做拉回 它的涨幅没有很大 所以在现在里面来讲 OTC市场是呈现了上涨 那就告诉你说 这个盘短期 因为年限扣到相对的高 冲过了年限 它会什么 它会有相对的压力 配合到新台币 新台币在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你可以发觉到 它已经接近1比30 所以1比30又是一个伤游 也就是说当你的新台币 升到1比30的时候 它又是一个关卡 会不会升破1比30 还不见得 但是在这种过程中 台币的升值 它代表的是市场反映 美国的升息的脚步 进了尾声 它进尾声 但是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台湾的升息的马数 跟幅度 远远不及美国股市 对不对 所以你说新台币要升 升破了1比30 再向之前的27.5 去做靠拢 几率不大 几率不大 所以它升值到1比30的时候 它会在这边关卡上面 稍微去做一些的整理跟震荡 这个部分就拉回到台北股市了 如果短期你去操作 从新台币已经来升值到1比30 从指数上面冲过了年线 它会有震荡上面的压力 从5日均线的正乖里 它还是有一定的开口 看到没有 正乖里还没有完全封闭 从多方的缺口也没有封闭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在短期之中应该中个股 而轻指数 而且可能是中小型个股 跟落后性补涨形态的个股 或是跟指数不同步的个股 它比较容易有所表现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就是我在今天里面稍微进去 看了一下韩国股市 韩国股市它是最早跨越过年线 我们拉回来韩国股市 韩国股市它是来到年线之上 有没有 它去做拉回 今天又呈现了一个拉回 也就是说它的大量区间在这里 在昨天 今天又拉回破了这个大量区间 就代表它的KG指标高档交叉向上 向上之后它是向下的 它的KG指标交叉向下之后 韩国股市它短线上会比较弱了 它会遇到短线上面 获利了结性的卖压 如果台北股市也这个样子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这个时间点你的选择会大不同 也就是说在这里 KG指标 台湾股市是KG指标密合 它还没有交叉向下对不对 可是它这个缺口还没有封闭 它的五日均线也还没有去做回撤 所以它极有可能 在明天里面来讲的话 它还是有压力的 极有可能它还是有压力的 如果有压力 它形成了拉回 它就会使得日KG指标 从高档上面交叉向下 你短线的人一看到交叉向下 它可能就会出场 所以你在这边里面 你要去买的 大概是几种形态 一个它可能是落后性的补涨 它可能在这里里面来讲的话 它是比较属于落后性的 它有补涨的一些的空间 它在长线低机器之中 它可以去做一些的保护 第二种它就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现在 因为我们是一月份 今天是最后一个工作天 一月份的工作天 今天是最后一个 明天就是二月份的开始 它刚好要去公布 一月份的营收 一月份的营收 因为工作天数很少 月减年减 大概很多个股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间里 一定会有人去避开 这二月十号之前 营收公布的时机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选 你可能就要去找 第一季 比较能够逆势突围的股票 这个部分里面 它就不会受到 我刚才讲的一些的干扰 这是从基本面 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当你的指数 你会有一些些的波动 它跟指数不是同步的 这种类型 你也可以在短期之中的考虑 可是一旦这些考虑完了以后 KT指标又重新修正下来 台北股是涨多之中 它难免会有震荡跟修正 又震荡下来 再往上的时候 你还是要折强势的买进 看当时候哪些的强势个股 它是涨多之中的拉回 你还是要折强势的买进 所以如果站在极短线的立场上面 你应该去选择 我刚才讲一个位积比较低的 第二个它营收比较好的 第三个它跟指数上面 是没有关系的 中小型个股 这样子的部分里面 它是可以的 你可以在这里面 短线上面去做选择 如果是长线的人 你在这里面 你当然希望等待什么 等待一个更好的加码的时机 这个加码的时机 因为KT指标 现在毕竟是在高档 而且目前它是密合的 你没有办法去预估 它是又往上 又往上 还是又往下交叉的时候 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中长线的操作 一个 资金比较少 重新等待KT指标 修正过热区之后的交叉向上 那个时间点 如果你的资金比较大的人 你要做中长线的布局 你就资金去做切割 因为它KT指标还没有修正完成 你就资金去做切割 这是给观众朋友的一个建议 所以我们在昨天这个节目里面 就已经跟大家讲说 从技术面的角度 上档的年线 它仍然扣高 所以你冲过年线 及武力均线 乖离过大之中 它震荡跟修正是难免的 你必须采取到低阶的策略 有三个方向上面 你要去做留意 一个假设你做极短线 是破了武力均线大盘 或是它去回补14945 就是昨天多方缺口的下源 韩国股市它虽然日KT交叉向下 但是它并没有去回补 它的多方缺口的一个下源 因为它比我们多 多早了开盘几天 你可以看这样 它虽然拉回两天 这个缺口并没有去做回补 所以它这个部分 还不算完全性的转弱 我们台湾是14945 这个部分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以今天上面而言 第一个 你做短我刚才讲破武力均线 日KT交叉向下 今天密合你就观察明天了 对不对 再过来或是破14945 你当做你减码的一个参考 你依照技术面操作短线的人 你资金比较少的人 那你就等到它重新交叉向上 那如果你资金比较多 而且是做中长线的人 你就是资金去做切割 那今天里面来讲的话 它上涨的加速比较多 那就告诉你短期 你的操作是重个股而轻指数 中小型的个股 它会优于大型的个股 主要的原因 我认为新台币升到1比30 又是一个抗张 又要看我们央行 它会不会去做一些主升的动作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那在这里面 我们在昨天就谈到过说 有人问我说美国股市 因为他看了我这张图 我给大家看 美国股市里面来讲的话 在最近里面它上涨 就是说在前一个礼拜 我从统计到昨天 到前一个礼拜 大概是这一些的个股 它的涨幅很大 不管是我们看到的挖矿 我说挖矿跟加密货币 它这基本上是跌翻掉之后的 跌升反弹 特斯拉的部分它也是 可是AI跟所谓的NVIDIA 它是呈现了上涨 但是我们台湾的生计制药个股 都没有涨到 他们在美国股市里面 它是涨很多的 它是涨很多的 所以美国它的生计个股 跟我们台湾的生计个股 不太一样 我们台湾好像有个既定的模式 当你指数在涨 大盘在涨的时候 它生计个股就不动 可是美国股市不是 它是看个股上面 它有没有一定的一个机会 所以如果我们统计 从1月17号到昨天为止 美国股市涨幅最大的 大家知道的是什么吗 就是生计个股 但这个生计个股 跟我们台湾现在 因为我们的陈建仁 陈院长 就行政院院长 要上任去走的生计个股 涨的生计不太一样 它长什么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可是你先来看看 我给大家看的 这是美国股市 我给大家去做一些参考 你看美国股市道琼 它是不是最早过年线 可是因为年线是向下的 所以它在这边起起伏伏 都有回撤年线的动作 它就是在等待时间 你来看整个一个 纳斯达克它还没有到年线 所以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费半它也是过了年线 因为年线它还是向下的 所以它有回撤的动作 那我们台湾呢 我们台湾的电子个股 并没有像纳斯达克 已经过这么多 做正常性的回撤 所以我们台湾我就跟大家讲说 之前大家看 Morgan Stanley 他的一些大模的 一些的言论 都说第一季要破 破在哪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自己要很清楚 他们那些是对冲型的 他们的外资是可以做空的 你不要把你自己的口袋里面的钱 送给他们 不然的话 他有时候发布一些个股的利空 都是在做什么 买进的动作 那你不是就把你口袋的钱送给他吗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 他说还要再去做破底 结果呢 有再去做破底吗 并没有 可是如果我们拉回到台湾的 一个生计个股 你来看 给大家看 这是美国的生计个股 这个是美国持续在创期高的生计个股 看没 BTK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涨幅更大了 它已经涨到这里来了 这里等已经到去年的上半年的位置了 所以它涨的一个部分里面 我就跟大家讲说 如果我们以前面 上个礼拜来看的话 大概就是影音IC 影音IC 因为我有讲过 他们很多的一个影音IC的个股上面 看相关的上游的公司 对于今年展望性都比较看好 生物科技 再过来你可以发觉到什么 太阳能 我说我才会说台湾的 今天的太阳能应该有机会补涨 太阳能发电 太阳能电池 车用电池 电商平台 这个又是生计 你看到BTK 你就知道原因在哪里 这是美国的BTK的一个指数 它比在这个过程中 NBI的一个指数更强了 但是不管是NBI或是BTK的部分 它都比美国四大指数 它的强势非常的多 它涨的不是我们台湾在涨的 什么新药个股 它在涨制药 跟仿生物生计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你制药去做一些的选择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拉回到什么 拉回到后疫情时代 你不能还是在什么COVID-19 要开始的时候 买的那些的升级个股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你自己要去留意 就是从健健康康 漂漂亮亮 吃喝玩耍 它有一定的一个进程 这个部分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我就跟大家讲说 短线上面的台北股市 它涨都会震荡跟修正 它在所难免 可是你一定要去把握住 这一次震荡修正之后 利空去测试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我说1月份的营收一定不好 问题是法续会在告诉你 现在谁不知道低级烂 问题就是如果它的利空不跌 那你就要好好把握 如果你不去做把握 未来集单来了 未来的景气回升了 你又要去做追高 它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如同蜀方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我说去年是一个空头年 从1月份 去年的1月份到3月份 我都讲得很清楚 大家都说蜀方很保守 没关系 我只是把我的一个想法告诉你 但是我在去年的下半年 我也跟大家讲说 去年我们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中空结束掉 今年2023年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把长空结束掉 当你看到的道琼 纳斯达克 废办 都已经捞到了年限之上 这样就是已经告诉你 长空已经快结束 要进入到多头的主身段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 去做一些的准备 所以蜀方永远会从 短线跟长线上面 帮观众朋友去规划 来自你的选股的不同 所以如果你要跟蜀方在一起 不管是从短线上面的考量 长线主身段布局的一个考量 跟着蜀方一起迎向2023年的主身段的行情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打电话进来 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 再针对一些的产业跟个股 介绍给大家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因为在第一集中 工作天数很少 景气的回升还没有办法那么的快 所以资金它一定会去寻找一些的避风港 所以你可可以发觉到 美国股市是如此 台湾股市也是如此 一个是我刚刚谈到的生计 再过来你就会可以发觉到 因为美国的拜登 他主攻的就是电动车 跟太阳能 所以你可以发觉到 美国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在放假期间涨的 很多是电动车 不管是电动车充电桩 汽车的一个交易 然后电池燃料 对不对 车子的一个应用跟系统 然后另外一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太阳能的部分 不管是绿能 绿能就不止太阳能 含有所谓的风力发电 绿能充电的家用太阳能 太阳能 太阳能电子 所以你就可以发觉到 我们的政策上面 美国就是电动车跟太阳能 台湾就是绿能跟生计 生计部分里面来讲 我就讲过了 它跟你在之前COVID-19 刚发生的生计个股 涨得不一样 美国是涨制药个股 仿生物科技的一个部分 制药个股跟什么 抗生素那些 就是我之前我们谈到 什么蓝光 这些有关系 另外一个我再给大家看 另外一部分来讲 它在长什么 我说仿生物就是这种 比如说人造肉 因为他们现在越来越健康了 不愿意吃什么 高胆固醇的肉类 或是血脂比较多的肉类 所以他们就用仿生物 做出了人造肉 人造奶的部分 你知道它长 公司一月份涨多少吗 一月份它从11块美元 涨到20块美元 将近21块 就算回档还是6块 也就是说它涨了8成 9成 然后现在还有5成 他们在涨这一类型 还有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抗生素 整个一个所谓的药剂 口服药剂的部分 这是你大家留意的 我们台湾因为有去 结合到中国大陆 所以才会有漂漂亮亮 吃喝玩耍的一个概念 不管是隐形眼镜 不管是在这个部分 你自己留意 至于人造肉跟人造奶 台湾的升级个股 只有一档会做 它就是1796 它含有所谓的保健 1796的经营 你看 这一档个股里面 你都自己去注意 它量比较小 可是你可以发觉到 它在这种过程之中 它的大量 有没有再往上走 之前的大量 就是往上走 一路的一个 在高涨上面 因为它今年里面来讲的话 大概是赚5块半 去年大概赚2块多 今年是5块半 所以它是生计个股里面 它的成长性里面是很强的 至于隐形眼镜 我们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 在过年期间 就是比如说 整个一个四洋 或是金硕的部分 你自己去做一些的留意 还有一些漂漂亮亮 大疆 整个利风 不过要提醒大家 大陆的疫情 它虽然已经解放 但是它们只是在库存回补 它还没有办法营收大量的放大 所以它还没走完 你要买 你要慢慢买 这一个部分 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另外一部分来讲太阳能 我就不用多讲了 太阳能你自己就去做留意 大概就是那一些的个股 我也跟大家讲过说 我们在昨天介绍的这档个股 今天当然是逆势的上涨 它在去年是赚 去年大概是几毛钱 四毛钱 今年大概是2块3到2块5 它会成长到5倍 那你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低基期 那已经连涨几天 这次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留意的部分 那还有低本益比的低价个股 如果你要去做留意 因为马上公布年报 以及第一季营收淡季而不淡 可能核情控可以稍微去做留意 3704的核情控 股性比较温和 但是它去年可能有4块上下 今年有4块半上下 第一季会比去年第四季成长 慢慢的你也可以发觉头信有一点加温 你不要去做追高 那你逢低自己再去做一些的留意 这是给观众朋友 你去做分享的一些个股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 我们就要谈到了电子 未来2023年主身段的大行情上面 它还是由电子上面 它去做担任 其他的它就是不断不断的去做 进行去做一些的轮动 那我在之前就感到 从1月5号就跟他讲说 你要去留意车用 请问在当时候有任何人在讲吗 没有 现在大家都会讲了 因为过年期间 特斯拉大涨 过年期间 美国车用的个股 它是呈现了大涨 可是你在大涨的过程中 你就会放弃很多 逢低布局的机会 就如同我今天提醒你 台北股市在这一次 它会有涨多的回档 但是机会留远 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这一次的修正 震荡 回档 到三月份的左右的时间 它都是你的很好 长线上面布局的时间 那我就跟大家讲过 1月5号就跟大家讲 你要留意车用 它会超越了通讯 通讯就是网通 但是网通 其实今年还有稳定的成长 那另外一部分来讲话 我在之前是不是告诉大家 天狱 我说如果你错过了天狱 驱动IC 联勇驱动IC这一类型 你要去注意的叫PMIC 电源管理器 电源管理晶片就是细利 茂达这一类型的就是 另外就是整流二极体 我说整流二极体就很多了 有台办 对不对 有强茂 有整个一个蓬城 得围的部分 那你那时候都不去买台办 那你现在大家说 现在去追台办 那你要追80几楼 那个时候我在介绍台办 它才70几 那你这是自己留意的 那我之前里面来讲 跟大家讲国具 你看国具当时候在这里 现在在500多 所以股价永远是什么 在大家半信半疑的时候 才有好的价格 你可以去买 就像大家现在都告诉你 第一季基本面不好 你才有好的价格 你可以去做一些买进的动作 那先上游 而后下游 就是从半导体上面 你去做选择 再到零组件的个股 你去做选择 那我的看法上面是没有改变的 因为这是从ISM制造业指数 跟PMI制造业指数里面 告诉我们说 你景气的回温 一定是从上游先开始 所以你就先选上游 再来下游去做操作 那你的资金就可以 有效性的一个运用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在之前 220几块钱说的郁态 当然我今天不会叫你 再去做郁态了 你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候的联发科买300块钱 它跌到了220几 100多块你不去买 那不是就是一个送分体 你不要吗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发觉到 蜀方不是等股价涨上 才告诉大家 我们都在一个低涨的时候 告诉大家你的一个机会 所以你要跟着蜀方 一起在长线上面逢低布局 再来短线上面的一个配合操作 一起迎向2023年 主身段行情的观众朋友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记得来 我们的会期从3月份才开始起算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逢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施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新责脱胺 进行最大 一号证券 语 我们从3月 操積 利益关系